這個是鬆 這是最簡易的 因為仿真玩具鈔通常這些水印都不明顯不清楚 再來我們就看隱藏字 我們常常看到便利商店 你看那個他們拿到鈔票一定都怎麼樣 測一下 測光15度 你就可以看到這個 這有1000的隱藏字 500有500隱藏字 200的 100的 這2000的 就是說螢光檢視超卷右下角浮現的 這個面額的數字 再來是這老闆的圖文 你就是用手摸一摸 用手摸2000啊 這個2000啊 中華民國啊 像這個2000塊 這個你摸一摸一下就感覺到 這個是真的超跳的 仿真的玩具鈔不會做 不會有那麼大的這個成本 因為他印這些 好版圖文是需要很大的成本 100塊一樣 你就像摸這些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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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中華民國 你都可以感覺得到 另外是窗式安全線 我們每個面額 例如說100塊 窗式安全線 正面 你去轉一下 它就會有這個紅變 紅變金的這個 紅變綠的這個顏色的轉變 這個也是紫變綠 這個500塊也是一樣 都會變色的 仿真玩具鈔都不會變色 再來也是看它的變色有沒有 100塊 它的正面你也是看這個100 你轉一下 它就是從這個 紅紫色變成綠色 200塊也大概是金色變成綠色 一樣500塊這個面額呢 你轉一下也是金色跟綠色會變 1000塊這個金色綠色都會變 反正玩具差不多都不會變色了 那再來就是高面額的都有 所謂的光影變化薄膜 就是右邊 正面的右手邊 很亮的這一條 你變 你轉一轉 它有七彩的顏色出現 這個是叫做 變 薄膜 OVD 一樣這個變化變色薄膜 1000塊 那2000塊是光影變化薄膜 是一個塊狀 很簡單的就是我們用這個 很容易的 讓一般老百姓能夠變色